Gigi现肉者好害羞 米拉库尼斯最好活人 旁白哥抓漏 嗨大家好 你怎么做得那么有 是 抓漏就是要近抓 也不用这么近吧 那先来看人妻Gigi代言保养品记者会 训练有素的她谈笑间固德群短 毕竟该逼给人家看到也是挺暧昧的 是不是 再来看什么 扑霸女军师 什么还准时开战 跟扑霸女军师吗 还真的打起来了 现在引到哪里啊 原来就是要抓这个扑霸女军师 她是来自台湾近军日本的曾宇爱 听过这个名字的话随便你 没错是她 改过几次名字曾叫曾兴华 但她最辣风的头衔是 金城武的侄女了 记得去年受访时 她是这么说的 我想走这行 其实一开始跟她没有关系 她再三声明 不想靠叔叔的名号闯江湖 却闯进金城叔叔的家乡日本发展 每篇发稿都有金城叔叔 谁金城叔叔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叔叔啊 也要报道说 她是擅长30秒落泪演技派 我们这就来欣赏 她在连线游戏广告中的精湛演技吧 哎呀 与其说近战不如说短战 四只广告她总共出现六秒娘娘 哇 带着浓浓的眼妆 狐媚的盯着智慧型手机 是她唯一负责的事呢 事实上她混得不错 还当了女模 你看她一名叫Yu 哎 全名应该是HeyYu 金城武的侄女吧 再来看小贾斯丁的弟弟 啊不 小贾斯丁弟弟 突然她左腹的刺青成为焦点了 是说她和经纪人的数位相机被偷后 网路上玄机出现疑似她的裸照 这个裸照中的左腹刺青 与小贾相仿 与基本礼貌 这里不能献出假调 但我们可以形容一下 她那只喂鸽的喂鸽鸽啊 有点像男孩流行吃的海底鸡鸡 最后看好有弯弯睡的 米拉库尼斯或Squire杂志 选为最辣的活人 嗯 是很辣无误啦 但真搞不懂最辣活人这个字眼 是说啊 有人会去选最辣的死人吗 Who is a sexist woman 如果今天还没人被疼得到呢 怎么办 是几倍那人的硬死的 苹果原来新闻真是辣死人了 报告